你不认识 储君的人像发了疯 他们的兵很少 但是他们那股风劲儿 却让人害怕 将军的前沿阵地 像朽木一样粉碎了 我之前得到的可靠消息是 储君的主帅宋义 根本不打算决战 所以 所以 将军就没把这一仗放在心上 不幸的是 将军完全不知道 储君内部发生的滑变 宋义被项羽杀了 现在 项羽坐上了主帅的位置 项羽 是 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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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兵 我需要兵 长使大人 我需要更多的兵吗 举路一战 伤亡惨重 难道 将军的感觉 只是兵力上的减少吗 常使大人 北上会令人软弱 我是为主帅 没有权力软弱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兵力不足 不管是退却还是决战 我都需要更多的兵马 传我的命令 告诉那些在鞠路战场上跑散的 军无定所 走投无路 无处可去的士兵 都上我这儿来 到我张寒这儿来 告诉他们张寒还在 快去 诺 常使大人 我们要从头再来 我们要鼓足勇气 我们秦国人 要把命运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常使大人 烦请你火速返回咸阳 你告诉他们 我需要更多的兵马 有多少我要多少 拜托了 是 将军 站住 来着何人 司马兴大人 打开城门 打开城门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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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什么意思 我从乾帝回来 向皇上禀报军情 你让他们走开 你 完了 众臣受到排斥 但是 谁又能来挽救如今的大秦呢 大秦完了 大秦完了 张将军 我辜负了你的信任啊 大人 请你别再瞒着我们了 巨鹿打败仗的消息 大街小巷都知道了 街市上 人们议论的都是这个话题 我们该怎么办呢 出去 出去 别再烦我了 烦了 烦了 来人 来人 大人 大人 集合所有的家丁 还有我的卫士 哪怕只有一百人 都要跟我到前线去杀敌 你 这事 绝不能让陛下知道啊 是 可是常使心回来了 他想见你 现在在咸阳街市上 不 前手们都很慌张 都在议论巨鹿打了败仗 这件事情 这司马兴也敢造谣 为了能见到皇帝 他一直站在宫门前纠缠不休 另外 他还一直偷偷地托人 向见到丞相您 他见我倒不怕 他要是见到陛下 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那您说怎么办 要不择手段 把他拒之宫外 那您说怎么办 好 报 大人 书孙通酒店 快请 诺 大人 你回来干什么呢 我回来禀报军情的 另外跟朝廷要些人马 总不能一兵一卒都不带 就这样回前线吧 可现在没人听你说这些废话了 我的门神告诉我 赵高要对你 赵高要杀我对 快点跑吧 坏了 我们走错了方向 掉头回去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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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了 瞻呆 要是让陛下知道了 帝国随时都有覆灭的威胁 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虽然我对打仗没什么经验 但是现在我也看懂了 连张寒都顶不住 秦也就来入无多了 帝国也就随时存在着灭亡的危险了 是该考虑退路了 什么 退路 不行 不行 我不但不退 我还要留下来 争取当下一朝的贵族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想做那关中的王 如果为了做这个关中的王 我就必须得有所建树立下头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您的意思是 只有伤死胡亥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比他们都优越 我们有的是条件随时都可以将胡海杀死 但是这要等时机啊 宫中的位置不少 您因为皇帝死的也大有人在 您认为恰当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我现在还说不好 不过有一条可以肯定 当储君以排山倒海之势 逼近寒谷官时 那正是我们最好时机 我们杀了二世皇帝 把他的头颅献给楚国的将军们 你说这样的功劳 也不算小吧 据探报 楚的先锋部队正在往关中这边挺进 主帅是个叫刘邦的人 刘邦 马上向刘邦派出密室 这个人不能接触晚了 否则的话必然酿成大错呀 岳掌大人 小旭随时听候您的差遣 对 鉴于目前的战局 这皇帝那儿还是得让他放心呢 你就跟他说 这天下太平是迟早的事 至于那些失利的将军 让他们必须好好地吸取教训 警告他们不能麻痹大意 酿成大错 这么说 可以提交聚禄之战的奏报了 行 轻描淡写点就行了 因为现在陛下是经不起狂风暴雨的折腾了 这就是发生在咸阳活生生的事实 想想吧 将军满腔热沉地在战场上所做的这一切 有什么意义 如此说来 常使大人此番入宫 根本没有机会向陛下臣说增兵之事 要不是我走错了路 已经被找高杀了 将军 你也想一想自己的命运吧 整个秦国就你一个人在抗击储君 整个咸阳城 人们所关心的 全是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 不去死亡 谁也不关心帝国的命运 大秦帝国的根基动摇了 将军 你也想一想自己的命运吧 我的命运 实际上将军每次上报的战报 都被赵高扣了下来 他不停地跟陛下说 所谓的叛军不过是土匪流寇 张寒将军会剿灭的 如果陛下知道真相 在这里说一句大不敬的话 他就是再昏庸也会清醒的 明白了 看来 纵兵之事已经毫无指望了 我还好好想一想 下一步该怎么办 公被称为长盛将军 但是手里得有兵啊 孤军奋战 怎么长盛 下来 项羽这小子在居路打了大胜仗 下边他要和张寒举一死战 不管他输赢 都不要影响我们入关 如果他赢了 我们只能和他平分天下 如果他败了 那我们就要和张寒干 对 我们现在一方面要准备攻打武关 另一方面还要派人 去打探关中的消息 谁愿意去啊 我去 让我去 你们都去不了 这事只有一个人能干 卢安妮 诺 卢将军 你一定要记住 这次打探的重点 是胡海和赵高的消息 不是这个 重点是你活着回来 是 紫阳 紫阳 我的好志 你可算是来了 这已经 都是赵高所为 寡人是被胁迫的呀 只都是赵高的勾当 紫阳 寡人 已病入膏肓 寡人的位置 迟早都是你的 你的 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 从赵高的手中 为先帝的设计 你夺回来呀 你喜欢吗 这个 只要你喜欢 早晚都是你的 拿去 还有这宫中的一切 只要你喜欢 你都可以拿去 混账 你要干什么 你干吗 你疯了 陛下息怒 紫阳她脑子 紫阳 来来来 来来 紫阳 寡人错怪你了 你没疯 我也没疯 咱们都没疯 你要忘记前线 我们连击手来 共图大计呀 公图大计呀 陛下 陛下 你别喊 你这叫声 会把赵高的人给引来的 懂了 懂了 安静 你 严了 你个混账 你不是说 前方战士 对我军有利吗 你看看战帮 巨鹿一战 我军大败 大秦威夷 大秦威夷 你 皇上 不知何人造有 不可相信哪 你何必敢欺骗朕 朕不跟你讲 不跟你讲 快 把赵高给我下来 丞相大人病了 病了 把这个烟火 给我抬来 诺 这咱们的 赵高咱们还不来 稳着点 行 就放这吧 陛下 陛下 这都是张寒的错呀 那你呢 那你呢 好大的胆子 你 是不是爷朕 还三岁呀 你不是说 就是几个流寇盗匪吗 那现在呢 你一直欺骗朕 你一直欺骗朕 还有你们这些 混账大臣 混账 陛下西部 混账 神龙有罪 朕 早已该把你们这些东西 都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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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就不用受这个罪了 你也没东西可厌了 陛下 老臣 忠心耿耿地辅佐陛下多年 陛下可不能听信不识之词啊 滚 滚 滚 这正是个机会 你们明白吗 朕 从今天起 要发奋图奖 要亲自看 各方的战报 朕 要亲自指挥这场仗 无恙天皇地皇人皇 朕 朕 人皇二师 一是 统一天下 二是 治国安邦 纯朕之印 召告天下 朕 要御驾群真 看来 这大秦的众人哪 就落到朕的身上了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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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今天给真是疯了 走 胡亥真的疯了 他每天拼命的礼政 不吃不喝 这样下去 撑不了几天了 他还说要奋发图强 每天听取各地战报 还要亲自指挥巨鹿之战 重振大秦雄风 他让大臣们知无不言 言无不计 公子 这一路吓死老奴了 大秦有望了 老夫人请起 公子 这些年委屈你了 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你可让我担心死了 对不起 我也是万分无奈 付出的努力不会白费 我活着就是为了今天 这个贵孙子 真是气死我了 叶掌大人 怎么办 我决定立即把胡亥除掉 先保住性命再决定以后怎么办 可是石鸡 可是石鸡 我的娘啊 这还要等啥石鸡啊 已是咸阳量可以有很大的作用 你就可以谎称是有一个大道深夜潜入了进宫 你可说一遍 你可说一遍进宫抓贼 让郎中令做内营 借机就杀掉他 我们可以立公子英为三室 子英一向人间 在郡中威望颇高 这样我们就可以藏款一时至极啊 这怎么做得到啊 朝廷法度慎言 我的兵甚至不敢接近进宫啊 你跟我来 我就知道你会有所顾忌 所以就把你母亲给接来 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兵力 你就放心大胆地干一切由我 记住 要快 现在不是他完蛋 就是我们完蛋 诺 赵高呢 丞相还在病中 这一肚子闷气 想找他来商量 几次都借骨不来 什么意思嘛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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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得到消息 盗费刘邦将数万人逼近五官 你 速去相国府 身池赵高 见到他 你就跟他说 先帝脱孤于你 陛下 全盘已冲啊 陛下 现在 盗费刘邦 已尽五官 沿阳危毅 危毅 陛下 几次 招礼前去议事 你为何不赴招啊 为何呀 为何呀 陛下 陛下 陛下息怒 我 找他速来 否则 已 罪 咯 岳父大人 去还是不去啊 我倒是想去 可是一旦陛下知道了 这不是自投无往吗 可是这事拖着不办 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知道和我的人很多 是因为陛下一直护着我 我才安忍无恙 可是陛下一旦翻了脸 那帮人就会蜂羊地冲着我这来 到时候你们都得死 愿听丞相差遣 你们几个都是我最信任的人 今天事急 所以把你们找来 来共同商议一下 大伙都说说 看看有上好主意没有 嗯 这个龟孙子 我对他一直都是忠心耿耿 我帮他充蒙画策 帮他登上皇位 让他敬向天下之朝拜 可是他说变脸就变脸 真是无情无义啊 没错真是无情无义 对无情无义 既然他不忍 就休怪我不义 我废了他 怎么 你们不同意 不赞成 你怎么想的 大哥 小弟没啥可说的 要灭族 在一家老小 都是死啊 还有你 郎中令 卑职一向听丞相吩咐 但不知废了陛下后 该当如何 紫英一向人简 在百姓当中威望泼狗 我想立紫英 今天我将发动陷阻 入宫击捕盗贼 请郎中令为内应 为了安全起见 也为了解除后顾之忧 在你们来时 我已奉丞相之命 将你们的家人接来府中 现在他们正跟家母在一起 朱军 决断吧 生还是死 就在今天 什么人 怎么大人 不认识我了吗 咸阳令言乐 何事啊 贼人入宫 为何不制止 咸阳令 你别信口胡怜 禁宫戒备森严 哪来的什么贼人 看来你是通贼 所以才以逆不报 你拿下 别动别动 咸阳令 你想倒反不成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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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给您捶得舒服吗 来 陛下 来尝尝 臣妾包的橘子 人 咸阳 放 军下 外面出事了 打起来了 你晃什么 慢慢说 打 别跑 别乱跑 你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陛下不用问也应该明白 赵丞相反了 赵高反了 那赵高蓄谋已久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连司马令和宫中侍卫 早已经都换成了他的心腹 这是宫中人人皆知的事 混账 你怎么不早说呢 臣若是说了 头早就被砍掉了 哪能活到今天 那你为何不走啊 这个时刻 臣不能走 你叫什么名字 韩潭 韩潭 什么人 进去 快 足下 娇奢隐逸 滥杀无辜 如今天下人都反对你 希望足下善意自主 什么 竟敢冲阵 你足下 你疯了 我能见一下丞相吗 不行 好吧 这皇帝 我可以不当 能奉一郡为王吗 不行 保护好 不行就是不行 不要啰嗦那么多 那能不能放我一条性命 让我带着妻子 过平常百姓生活呢 我奉丞相之命 前来朱沙族下 以报天下人 你给我说再多 我也是不会去禀报丞相的 来人 在 斩了他 慢 没想到啊 父皇亲手创造的大秦帝国 我 竟毁在 我的手里 父皇 原指望 他能延续千秋万代 那他怎能料到 这大秦的国运 只有两世啊 朕 后悔 朕后悔当初 杀了李斯 朕后悔当初 杀了蒙田 既然 如果今日 有一人健在 既得容大 眼神骚乱 我明白了 这是上天 故意解赵高之手 来惩罚我们秦国人 赵高冤贼 你为什么躲起来 你要弑君 你来呀 来亲自取我的命呀 来呀 来人 在 慢 此情此景 朕 感慨万千 我要一世一首 快点好不好 我数三个数 要不然我就要动手了 一 二 慢 慢 算了 朕没想到 此时此刻 朕连一首尸都晕不出来 来人 在 绑了他 慢 慢 我毕竟还是个皇帝 我的命 我自己去 大君 快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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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潘 臣在 能帮帮臣吗 臣为陛下送行 爹 杀 我宁愿为爱而生 为爱而生